漫威中这些直击灵魂的孝梗 孝梗一精准打击 在复连4的结尾 当星爵和卡摩拉再次见面后 他以为心爱的女朋友复活了 于是深情地望着对方 甚至还动起了手 孝梗二两拳其美 在复连3的最后 由于幻视的黄赞到期了 前夫哥只好将其强行收回 可这样一来 幻视就会死 难道就没有两拳其美的方法吗 当然有 如此一来 幻视不仅可以不用死 灭巴也能得到一件 无坚不摧的震惊帮手 孝梗三眉鼠 在迎合护卫队二里 当星云被抓起来后 特别饿的他很想吃一种果子 随后就在他即将拿到 后来当星云终于如愿吃到果子后 孝梗四懂事 在钢铁侠衣里 当托尼从山洞平安归来后 贴心的小懊娇准备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 可托尼却当场拒绝 并表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所以你知道小懊娇想的是什么 孝格五 在雷神三五 当索尔来到地球寻找父亲奥兵时 却被其一博士要求举一撮头发 但心疼头发的索尔坚决不同意 后来索尔来到萨哈星后 又再次遇到了化身理发师的李大人 索尔见状赶紧放出狠话 却被你受了伤的罪 从那麦可扬 却被你受了伤的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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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